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念华 我是方玉 我们上集谈到了 这个唠叨成为婚姻滴水穿石的杀伤力 那现在那个是在家里 今天方玉律需要给我们谈的个案是 诉苦 在外面对婚姻的杀伤力 老师对唠叨一直有焦虑感 所以我们很期待下次可以再往下聊 今天讲的是诉苦 今天这个诉苦还蛮特别的 是媳妇跟婆婆诉苦 那你就觉得 那这个婆媳关系挺好的 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诉苦谈心事呢 但是并不如你所想象 是这样的 他们这对夫妻两个结婚之后 其实这个是一个独身 然后这个婆婆也特别的 看起来非常开明 尤其在婚前的时候 跟这个媳妇可以共有 然后也可以谈事情 然后这个婆婆经常就跟这个媳妇说 其实如果你结婚之后 你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你可以跟我讲我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婆婆 那任何事都可以 那么他就真的物以为真 我讲物以为真 那后来结婚之后 他老公呢就外遇了 那当然这当中也有些第一年的磨合期 他就会跟他婆婆讲 然后他的老公外遇他也会跟他婆婆讲 他会觉得他婆婆应该是可以处理一些事情的 可是他婆婆并没有这样 婆婆反而就讲说你要想开一点 然后原来诉苦之后得到的回应说你要想开一点 然后他就讲说你知道我儿子以前的都 他的对象都是一些模特儿 然后都是一些高射精的贵妇之类的等等的 他说意思是说在这个婚姻的条件上面 你已经是一个次等 有点类似这样子暗喻他 所以这个媳妇就真的很痛苦 然后就是就对这个在家里就在争执不休 对跟婆婆也开始有了争吵 会觉得说你原先讲的开明跟诉苦 原来只是一个对他来讲反而是更大的一个质疑跟痛 应该讲说更大的一个落差 然后失落感特别的重 那当然这个案子就走到了离婚诉讼 然后这个离婚诉讼之前有一个更关键期 这个婆婆还打电话去跟他的亲家 亲家就是这个媳妇的父母亲讲 你的女儿的家交不好 他实在应该要下跪道歉 所以你就知道说哇 这个可以束缚到变成大家心目中 看起来挺可怕的一个婆婆 那当然终究这个案子 婆婆介入非常多 到离婚官司他都一路的介入 到后面我觉得那个律师应该也是婆婆请的 那当然就至少一件好事就是 双方终于离婚了 就在判决离婚 他终于有没有疑似外遇的 他先生有疑似外遇 有疑似外遇 所以妻子肃请离婚 对 这个还蛮 就是蛮鲜明的 蛮尖锐的 就是她婆婆对于她的诉苦 然后她婆婆采取的这个安慰 是把她次等化 就是意思说 你本来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代理 可是老师 我本来以为这个世代这种故事不多 后来发现还蛮多 到现在还蛮多 就是说你经常针对跟你老公有争执 或者你就很明显的会觉得说 婆婆你其实以前你也被公公 譬如说外遇很多次 你应该可以女人同理了女人的处境 有一个人不是写信吗 很多年前 他愿意做小的 他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那个新闻很大 老师我们记得 因为我这种案例实在听太多 所以会开始会记不太得了 那就是说 所以你会觉得同样都是女性 但并没有在一个处境上去同理 我记得那时候韩剧有一部戏也在谈这件事 我忘了那个 大家如果记得话你可以在下面讲 我忘了她名字 但是也就在讨论同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个 比如包括过年的时候 她不能回去就要帮这个谁 帮小姑啊煮饭啊 我记得那部电影老师记得吗 我真的想不起来 但总而言之呢 媳妇在这个议题上面 似乎以为这个新世代的女性不会再碰到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所以今天很想讨论一题 如果你是婆婆是 因为每次都讲媳妇 我刚才听到也都媳妇的视角 如果老师你是婆婆 然后我补充一个真实的 我记得我跟芳玉律师讲过很有意思 就是我会做Nail Ling 然后在我做指甲时候 那个指甲师傅我是叫她姐姐 因为她比我稍长 她说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你找的那个赖芳玉律师 是不是很有名 然后很难请到她来做这个婚姻诉讼 我说应该是吧 因为她每次来都看起来好忙好累哦 就她就说那不可能一个律师同时在离婚的又是先生又是太太 我说怎么可能不可能啊 她说没有啦 就是我另外有个客人叫我来问你啦 因为她说我这客人家里很有钱 她是婆婆啦 然后媳妇主张要离婚啦 她气死了 因为她媳妇竟然比她动作快找到那个芳玉律师的事务所 然后她就说她认为她 她说我们她婆婆的公司有律师啊 但是她认为不能用公司律师 她说所以她就是去问每个人都跟她说 你要帮你儿子找赖芳玉律师 结果她就是气上加气 就是说她被她的媳妇找到 然后芳玉律师事务所也愿意为她作为律师 那我就觉得很好笑 她就说要加价吗 对 她就说那加价可不可以 我说我不会帮你传这个话啦 然后她就说好啦好啦 我说好可爱 我说我认识芳玉律师 应该是律师不是竞标吧 不是 然后我就比较好奇 我说不好意思 你这个客户 我这个客户很久了 她很强势 我说那她儿子 她有没有说她儿子什么 她说没有没有 她一个字都没提 好像是她跟她媳妇的战争啦 因为她觉得她媳妇怎可提出离婚 哦原来是这样哦 所以我就加一个我的真实的 非常非常真实 就是今年的事 好有意思哦 所以你看吧 就是婆媳 婆婆在找律师啊 对不对 你这一题不是关键题 就是婆婆找律师 而且她 她就是为了 不要让她媳妇找到最好的律师 她还不知道怎么搞 可能在 她做指甲的时候 那媳妇是跟她说 她还认得我 老师你很好认好不好 不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哦 这个像老师刚才讲那个 周边的生活小故事 跟刚才我讲的 就是说 有时候在夫妻婚姻的纷争当中 婆婆为什么介入这么深 因为我一直觉得西方的社会跟婚姻家庭 婆婆应该不会介入这么深 可是为什么东方的社会里头 就是媳妇你可以跟我诉苦 真的啊 为什么 我确实会觉得好像如果有媳妇 我觉得她是可以跟我当好朋友的 但是我也必须讲 如果涉及到如果是小两口的婚姻纷争 我要有意识的不要介入 嗯 我也觉得 我觉得婆婆的角色是 好像母跟子是一个关系 但当我的两个儿子长大 一个二五 一个十八的时候 我觉得我理解的只是母子关系 我理解的她 嗯 比方说她在职场的样态 那更不要说感情是非常私密的 那个她一定不是我理解的她 对 我觉得一定不是 一定她表现出来的方式 然后那个方式是 那她在我跟她的关系里面 她不需要表现出来 对 不管是优质或劣质 对 然后我觉得 我有时候我儿子如果有跟我讲 我其实都会先骂他 那这个没有别的 因为我不能骂别人 我只能骂自己儿子 我的习惯是这样 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我儿子就会很受伤 你老是帮别人讲 他说不是 因为我真的只能骂你 那在很多的行为上 我在性别的观点上 有跟你不一样的想法 我就分享给你 不然你就不要跟我讲 我就这样讲 你不然你就不要跟我讲 而且我很贵的 你这样找我一个小时很贵的 我就会开玩笑 她也马上要当律师了 所以你们两个讲话 你现在要在旁边用手机说 好我先帮你计价 然后再 好让你讲我再计价 对对 下次我也给账单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想问老师 如果你的儿子结婚 你会不会跟你的媳妇 跟儿子一起共同生活 我会想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不要比较好 我还没分享过 我觉得我们家很close 太close了 所以比方说 我还可以讲我小儿子 像他18岁 他就有一个17岁的时候的女友 然后同一个学校也很可爱 那这里面有的妈妈呢 其实是比我小蛮多的 我觉得可能有小10岁嘛 但是我们两个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我们有 他们两个的合照 我们都会互相share 我儿子比较常常在他们家 陪女友做功课 或是分享 可能他数学稍微好一点啦 所以就教他做数学 因为高四了嘛 你申请大学考试里面 然后他妈妈就会拍照片跟我分享 或是他们家人一起去吃饭 其实你知道 就是还好我们两个这个地方有像 但其实那是他们两个的 就是说 他女儿也成年嘛 18岁也成年 那我们为什么要分享他们的照片 那是他们两个自己的合照 没有就是说 我知道你可能会关心 他们今天下午在干嘛 我给你看 我们是出去吃饭 还有跟他们家庭的朋友出去吃饭 就是说 那我也会 就是说 你看那个 他们今天早上你女儿来 我们教会 哦 对 然后就是 但是真的同意啦 不是同开啊 我了解 但是 但是我有意识到 就说 哎 好奇怪 这个年轻的妈妈 其实她的 因为她跟她女儿也非常close 但是我觉得 所以这个有提醒我 就是后面 在她成年以后的情感关系 更成年情感关系 就是 哦 我这种concern 我要自我节制 或是要退出 对 要有意识的退出 所以你应该会想 但是 你应该最后决定是不会共同生活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子跟我和我姐姐讲 不要共同生活 真的比较好 真的 对这个关系比较有益处 对 其实我也赞成了 就是说 我觉得 孩子跟媳妇如果可以跟你住 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可是我觉得某个程度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不要去 我觉得婆媳的议题是千古不变的一个议题 那你不要刻意 应该讲说你不要去挑战这种摩擦 因为这种摩擦你挑战不起 因为孩子会受苦 你的孩子会受苦 婆媳有问题 你孩子一定受苦 嗯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建议 对 你不要去挑战 你不要挑战 你承担不起的摩擦 对 你承担不起的摩擦 然后你给予祝福 你不要再讲 你跟你的媳妇 如果这个价值观不合的话 老师你会怎么样 我举例啦 可能你媳妇很喜欢买很多东西 那我们可能个性比较节省 会觉得说你需要买这么多吗 对不对 你会怎么样 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即使你不讲 你心里面都会有这个情绪的反应 比方说我们的孩子都成年以后 他有他的消费习惯 对 或者其他 不属于你管教的习惯开始会浮现 对 你不管讲不讲 你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当你跟媳妇住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 第一个平衡自己情绪的反应 然后勒住你的口舌 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 所以当你的媳妇价值观跟你不同的时候 我知道有很多的婆婆 就会开始 跟你的儿子说三道四 他就说他怎么那么浪费 你应该会忍不住 就是你不跟媳妇开口 你也可能跟儿子开口 所以我觉得你要勒住你的口舌 因为孩子的婚姻跟感情需要你的祝福 也需要你的支持 所以这是他所选择 你否定掉他的选择 你只是让他痛苦 如果你爱你的儿子的话 因为我同龄的朋友已经是 有就是有帮他孩子 就是当过主婚人的了 有啊有啊 对不对 我也有 其实现在也有早婚的 如果真的早婚的也很早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晓得什么年龄 会碰到一个新的关系的角色 对 多听友谊 对 所以我觉得当婆婆 虽然我们都一直在讲婆媳议题 都是认为说纷争之下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婚姻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先准备当婆婆 怎么样才是一个可爱的婆婆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今天take away是 方玉律师给我的 就是你不要去挑战 你其实无法承担 无法处理的摩擦 对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后给你自己的孩子 多一点的祝福 少一点的 用担心来取代你的 用祝福来取代你的担心 这个很重要 好 不爱就散 不要忘了 希望分享朋友 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